這部隊有美麗海境和新生的海鮮 帶著走的青年伯樂工做站 為了要向民眾了解部隊的好 撤過部隊愛情地境在那邊比賽 以及部隊分農料理店 民眾如果要吃最豐盛的海鮮 來部隊十歲不會失望 那其實這一次我們在思考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發展部隊的一些相關特色 所以我們就講部隊裡面最有名的一些特產 包括它的蚵仔 然後它的白蝦 然後它的我們的老菜布等等這些作品 那我們邀請了就是四家的那個餐廳 我們設計了這十二道的婚宴菜的料理 那其中像是客在我們心底 我們是用創意的名稱 那其實它是我們部隊的科卷 對 那還有就是我們有一道是那個 多謝你的愛 其實就是我們部隊的養殖的白蝦 那也是相當有名 團隊向部隊的魅力相關是經餐廳來合作 推出十一道婚園料理 每一道料理都採用部隊在地的特產 加上婚園菜式 料理的名字也讓我吃甜蜜 創意十九 我覺得還蠻符合在地食材 然後吃起來都很新鮮 火雞丸很好吃 真新鮮 還有火雞角 很好吃 其實我們希望是說 因為高跟鞋教堂 它是一個很浪漫氛圍的一個場地 那我們希望結合這樣的美麗的場地 跟我們部隊特有很多的一些特產裡面 那它可以打造成一條龍的事業 包含你可以在這邊辦婚宴 那使用我們這邊的特產 另外第一次 幸福帶著走 部隊愛情料理賽 欣賞三十多位參賽獎 料理作品 吹出部隊專屬浪漫的經典 團隊希望透過少年歲的活動 欣賞少年人歡迎來創業 除了外貨在地 也讓很多人知道部隊在地 即將黃沛街的餞長報導